大家学艺经华人班授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风水 基本的履烈 基本的开裂 基本的认识 是很重要的 因为过去古乘先贤所留下来的妙华 是在另一个境界的妙华 那么当下21世纪 我们所谈的一言一行 都是以白话 过去都有文言 所以很多风水学的书 很多很多 我们所看 要了解 要误入里面的真水 确实是有一点距离 我们有一个风水学叫做清郎经 清郎经 清郎经也将风水的真理 奥秘讲得很唾臭 但是 他的文言 有时候你标点错了 你就差十万八千里 清郎经 在清郎经是比较高层次的 这堪履学 啊我们古代 都叫做堪履学 现在 鬼谷先师 又倒叫吃行呢 叫做风水学 堪履学 也是风水学 但是呢 真正的堪履啊 在古时候大家 因为很多的知性 比较不发达 至少是能专业 人事选择 他们对 人世间的 自然调和等等呢 的学问 那么我们现在 就与风水学 这个法比较简单 这个名词 来涵盖的 比较宽广 风水学 是社会的 社会学 也是我们的生活 生活及风水 老祖苏贞 有一次 我请示老祖苏贞 苏贞 苏贞啊 这为什么不叫做堪履 我说你老祖说 他如果用堪履的 法名 当然是很好 堪履大师 但是呢 生活生活就是 风水 有生活大师 也叫风水大师 在最近有一位信徒先生 他来到学活室来 他看到我们公告 他就这样啊 你在蓝头招啊 你把台湾化成 二十二个国家好了 他就回来了 他的生活 他的情绪 也很逍遥 老师我来啦 我说你绝对不能来 台湾 一个台湾国还没起来呢 还什么 化成二十多几个国 又不是古代 这个 战国七雄的时候 或是五胡乱华 大大小小的国家那么多 各地为王 各霸三头 这位先生呢 老实话 我早上就看你的 十段 做节目 我的家里 从开始看 看了两三年来 我每天看 每天动一个地方 今天看到哪里 我就动到哪里 今天看到接到哪里 我就记到哪里 所以我这段时间来 今天来了 我整个人生全部改变 过去呢 很多很多的 无名 小孩子的不怪 家里小孩子 三个两个吸毒 一个不务正业 光这三个小孩子 让他头痛一辈子 不知道怎么办 当他看到 我 告诉他 住家的 如果在右边 自己盖大楼的时候 那么住桌内 那他 发觉就 哦 自己住桌内 怎么办 把住家 搬到隔壁先盖楼 原来就盖楼 不敢住 这个形状就是要 这台南在城大旁边 右边追动 右边追动 他住了这一栋 因为住得不错 赚了钱 右边盖了让租学生 一个月 可以收十几万 比什么还好 结果他的磁场乱掉了 磁场乱了 磁场盖起来 租学生住了三四年来 他的小孩子有了吸毒 因为有钱嘛 小孩子呢 三个小孩子 过住为政 两个负责吸毒 一个负责不务正业 一个瓢 毒 弄死他 不知道怎么办 有一天 看到电视 我弘扬风水学 他体会到说 一个人 如果家里不平安 任你怎么样修行 也无益 任你什么样的妙法 此再多的咒 如果你家里不平安的时候 你此再多的咒 也没有功力 真气 能量 没有办法 花落出来 所以他听我讲了以后 他又搬到这边来 住家搬到 一二楼来 但是 把学生 有的学生赶到这边 这一间来 学生住这一间 结果换这一间的小孩子 学生 住不住 到处乱跑 常常有一些不良少年来找 他吓了一跳 赶快把这一间的 关起来当仓库 自己住楼下 上面住个学生 才渐渐地吻下来 他为了这个事情 他 对家人 对孩子 实时心存一个 愧疚的心 所以前几天他来了 他要来读 我也可以移民啊 我先堵在移民啊 我先堵在移民啊 你看这个可不可以 不一样的啦 先堵在移民 你先移民 许多国外的资国 你知道吗 你再回来 那以后你不开了 我会开 班照常会开 除非我死翘翘 他 好了 决定回去 要去办理移民 问我说 要移民多久才能回来 最起码六年才能回来读 最起码六年啦 不然你在国外 这个气 子啊 气和子都没有完全有所感应的时候 你回来你学也没有什么意义了啦 所以风水学 最基础 风 的基础 就是磁场 磁场 磁场 在于 八方 八方 我们所讲的八卦 再过两天 我们开始会讲八卦的基础 如果八卦基础的 易经基础没有练好 我们接下去要讲风水学 很难的讲得通 因为我们的风水学 建立的基础 也是由磁场 也从八卦 八卦的磁场 所展示的 所展现的 和一般人 所开示的 绝对不一样 他曾经有一位大师 刘先生的大师 他研究很好的风水 在大陆过来的老先生 在二十几年前 他二十五年前 我去拜访他的时候 他已经八十一岁 那时候老先生 在生病 刘先生 我去看了 哎呀刘先生 你后面那一栋 后面那一栋 在盖房子 一个公寓 这是东 西边呢 在盖着一个大楼 要盖着二十楼 照道理 这样是坐西 向东是靠山 靠山 应该是很好 盖起来很好 他很高兴 突然病下来 四肢无力 心脏无力 屁屁串 那时候呢 我还没有行道 还没有学到 只有学习《易经风水》而已 那我那时候 倒是拜访明师 去看了 这个刘先生呢 很好很好的老夫上 他说很对不起 我没有利跟你讲话 我说看一看刘先生 你后面盖这栋房子 三煞房 你怎么没有转乾坤呢 他说我学了 顺其自然吧 因为没有学到 画煞的方法 那时候我也不懂画煞 到后来我行道以后 老主才叫我画煞 他们说画煞的方法怎么画煞 盐巴 和米 他的红朱砂 盐 米 红朱砂 红色的墨水也可以 搅拌哦 用盘子装的哦 一三五七九的傍晚 你可以站在你自己的房子里面 好 那么 手把他 用这样 这样的 从右往内 抓起来 然后就这样 哦 哦 哦 这样哦 这样来哦 这就不是这样哦 这样吃起来养鸡哦 那没有力量没有笑哦 你这样抓 过来盘子 这样 拿着 拿着放滑 不是这样啊 是这样啊 是这样啊 各位你们熟 练习一下 这样 三三 五月 三个三 五个月 好 三三 五月 好 手运 三三五月的手运 这个力量很大哦 可以化煞哦 懂吗 好 那么 米呢 放在下面 搅拌好 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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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力量 出去了 可以化煞 那时候 我还没修到 好 好了 我跟刘老先生讲 我去看他的卧室 刚好他睡这样 又在虎边 又虎边 白虎边 动 我 刘老先生 你这样睡 这样来的话 你又更不利 又西边又白虎动更不利呢 你怎么这样睡呢 他说 你看我看哪里睡比较好 他这边有个房间 他这边有个房间 我说 这两间 磁场在动 这边动 磁场感应到旁边来 这边一动 你睡在这边 四肢无力 花软 你的磁场乱掉了啦 你磁场乱掉 你在这里 莫可奈何啊 他说 原来是这样 我以为生了什么病 我说 你疏忽了啦 老先生 他告诉我说 你看哪里比较好 我们越离开 动土的地方 越平安 所以我跟他说 你睡到这边来 这边来 这边来 这边来嘞 是龙边 这边是虎边 这边是龙 从这样上去是龙 你敢这样睡 你 身体就好起来了 你老先生 啊 我疏忽了 我疏忽了 我学风水 化山 我们的祖师 传给我的风水 在理论上的风水 实际应用的风水 没有 所以刘老先生呢 按照我建立的方法 改过来 过了两天三天吧 打电话到我公司来 他说赵先生啊 谢谢你 你是拜哪一位 老师的 我说拜李淑毅 李淑毅听过 唐正一 唐老先生是我师公 哦 也是我们湖南人 哦 在我们湖南 他的 岳父非常有名 在湖南 这个唐正一 他的岳父 罗阳俊 还有 他们的 阿公 都很有名 哦 难怪你们学的法门 是转法轮 一般学的法 不是转法轮 不是转意 好我们才有一种 开始啊 我们习意 学意 好 习意 好 演义 好 接下来是转意 或者红意 红意 红意有两种红 一个这个红 这个红 这个红 这个红意呢 是天神的红意 人 就是红意 人是这种红意 好 学意 我们开始学意经 学习是融入 自然 学意 一的本事一阴 一阳 我们融入阴凉之中 但是我们融入阴凉之中 是从 脱胎 来到世间转生 就开始学意了 我们大学意很早就来了 咧 我们脱胎 那一刹那 就开始 学意了咧 接下来是习意 学 学 学 模仿 模仿 阴阳 啊 我们很多人 学习阴阳 模仿 世间的事 有的 偏差了 做出一些糊里糊土的事 有的 往光明面 做出 贤人 圣人的举止 习意 所以有的习政法 有的学的 惡法 学的政法 普利人天 学的惡法 那么扰乱世间 是一定的道理 过来咧 就演绎 文皇 文皇 未来咧 若是我们有一年 带各位到余孟山八卦城 那八卦城的 那个 离了差不多四十公里的地方 就是 游里城 文皇 被关的 徒劳 然后有一个演绎台 文皇演绎台 所以这个演绎啊 文皇到最后 后来是演绎 从呼吸先天卦 后来文皇后天卦 文皇后天卦 也是从先天而来 先天卦 先天卦 先天卦是蒸汽 后天卦 好 这时长 和气长 先天 这个先天呢 蒸汽呢 是从一个大智慧 我们所讲的佛制 好原来就聚职了 累劫的 好 先天为体 作为为用 所以就体用兼备 体和用 就兼备了 一体用 两个都 缺少不了 像我们时针 时针 开始 几点几点几点 就后天 里面的机器 为先天为体 我们所要得到的结果 是 用 是体用兼备 也是医境 的真理 所以啊 我们各位 今天开始是 从学艺已经有了 接着来 洗艺 好 接下来就演艺 演艺 以后转艺 转艺 是最高境界 我们讲的就是真气 转艺 转变人生 原来咧 原来咧 我们这件事情 不可为 但是深历其中 你怎么办 你不跳脱出来 怎么办 开始要转艺啊 开始转艺 转艺 转艺以后发觉就是正道 即是正道 转艺正道 接下来就是行道 正道 转艺也是行道 正道以后 又行道 两者和我为一 行道和正道 是为转艺 转艺 那么风水也是艺 风为日 水为月 日月 也是转艺 到最后是红艺 我们今天 大家所研究的 的妙法 也是要来 红艺 我们的红艺 为什么用以这个字为红艺呢 我们大家 都是天人的化身 有你们在的地方 就有老祖 诸佛 菩萨 圣神都在 所以你们所讲的话 是红 宝盖红 天盖红 天下的红 公式红是一般的 我们学习 看理学 学习一些武术学 视为是红艺 那么我们的红艺 由上而下 阳光普照的红艺 所以各位啊 你们的身份 不一样 我们在9月24 农历 在大环市 药师 菩萨 和观念菩萨 圣诞 法会的时候 我们 所有的门家 地址 微信地址都要皈依 皈依佛法生 到最后 我们也是红艺 宝盖红的红艺 将这一切妙法 借着过自己的口 知觉意 的身 身口意 供养 所讲出来的道 也许你们在讲了几句而已 但是已经将这一位人 众生 他所有一生 和累劫的事情 清清楚楚 在你们几句话 直指人心 见性成佛 见到本性成就 有智慧的人 就是见性成佛 我相信 在我们的法文这段时间 绝对能够 三十五位 都能培养 为成佛 我们十二位的 行走 也务必 比我们华人师兄们 要更努力 我们大家 本来四十八位 现在合起来四十八位 也希望四十八位 全部都能够成佛 也包括我们的主任 副主任 还有秘书 还有讲书 法书本 都一起成佛 你看有可能 有 所以我们制一切法 不被一切法所乎 这段时间来 我会讲了很多的佛法 那么下一节 我要跟各位 讲解 拜佛 立佛 拜佛 立佛一拜 一拜 消 恒和 杀树之罪业 礼佛一拜 阿弥陀佛 礼佛一拜 消恒和 杀树之罪业 那也可以增 恒和 杀树之功德 恒和 智慧 那么 念佛 也可以 消恒和 杀树之罪业 也可以增 恒和 杀树之 福慧 所以 我们 既然 要成圣 要成贤 有人问 说老师 你是圣是贤吗 我还是凡夫 那么你为什么 你讲要 养贤 那么我的养贤 不是你们一般所讲的 以前养贤 我尊敬 各位 累劫都是贤人 这一生 有一年 我将知道的一切法 告诉各位 大家 都是贤人 各位成就成贤 成圣 成佛 那么 我们的世界 必能和平 所以你要成圣成贤 一切法不知的话 一定很烦恼 有一段时间 我在讲阿弥陀佛经 我告诉 在电视机前面的 你们有事情可以找 当地的法师师父 出家法师 那段时间出家法师 他们又气 又恨又爱 在 因为很多信徒 到附近的事 便 去拜佛 那 后来呢 去手问的问题 都是很坚舍很深的问题 又没有办法解决 那我烦恼就来了 很抱歉 如果是出家的法师们 能够演习 研究 学习 我们的法文的时候 可以成佛的更快 因为 接受众生的供养 那我们能够帮众生解决一切烦恼的时候 功德齐天 功德无量 希望我们班的同修 所以大家也都能成圣成佛 阿弥陀佛